你好 欢迎收看影响世界 传统的金剧在台湾发展出非常独特的时代意义 他们演出改编文学作品也展现了金剧的新风貌 影响世界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金剧天后魏海敏 以及国光剧团李小平导演 一起分享即将演出的《红楼梦中人》 老师好 你好 导演你好 主持人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荣幸邀请到两位 其实两位创作了很多很多经典的新编的金剧 我们这次终于在继2003年的王熙凤之后 终于又再盼来要再重演王熙凤 是啊 是 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聊一下 王熙凤这个作品对于老师还有对于国光的意义 我想还就我个人来说吧 王熙凤这个角色是我们的艺术总监王安琪老师 到了国光来之后第一出为我安排的一个戏 那么这个戏呢是在1982年的时候 我同志林老师当年在大陆的时候 有一位陈希丁这个编剧 他是研究红学的帮他编了这出戏 那么我记得当时在香港演出的时候 我是台下的观众 那也是我第一次正式的观看大陆的这些有名的艺术家们现场的演出 当时震撼是非常大的 那么我也没有想到隔了这么多年之后 我竟然能够演出童老师的这出 应该算他的晚年的一部最重要的一个新牌的一个戏 在当时 那么因为我们在国光 就是就我个人来说 在国光剧团这样一个大家庭里面 那么我代表的是一个煤派的演员 所以呢我经常演出的都是以煤派的这个戏为主的 那么但是安琪老师来了 安排了这么一个戏 这个戏呢就又是煤又是循 所以这个角色呢 在当时就一个大的突破 也就等于说我在国光剧团的 表演当中来讲呢 变成一个大的突破 当然我以前也有做很多的这个新戏 只是说从那时候开始呢 国光的戏就有了一定的这个 就是以角色 以这个戏为主 而不是从流派的角度来派戏的 就是我们凸显王熙凤这个人物 然后王岐老师也是到了国光之后的 第一出剧就是 推王熙凤 这也是国光一个很大的改变 对不对 在当时因为我们之前 更多的是被关注说 你这个用国家资源支持的一个艺术门类 请问你的乡土题材类型发展在哪里 所以在那个之前 我们其实是疲于应对这一个课题 做了所谓台湾三部曲 可是它是一个很摸索仓促的作为 当时是既没顺了工艺也没顺了婆艺 所以整个在艺术发展的创作上 变成一个很茫然盲目 后来王岐老师就任艺术总监 直接说我们回来吧 回来找好戏 对 第一个决定的局务 因为好戏你用原创来不及啊 那时候马上就要送proposal 所以直接他就想说来挑战我们魏杰的这种 以他在社会历练那么久的这种能量 用他雍容华贵的媒派的大家风范 没错 演王熙凤 果然全面征服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王熙凤这个剧情好不好 因为其实红楼梦非常的庞杂 那如何在这里面提炼出王熙凤这个角色 以及他在这个剧里面的剧情 先跟我们介绍一下 大家演什么 其实这个剧非常简单的 就是王熙凤发现了贾连有了小三了 而且还金屋藏胶了 藏在了花枝巷里头 花枝巷里头 所以呢 他就刚开始的时候非常的火大 就想要冲上门去 呱呱给他两个耳瓜子 结果呢 细一想啊 不行 我还是要用点计策才行 于是呢 他就使出了浑身结束 把这个尤二姐啊 从花枝巷就骗到了这个荣国府 是 然后共同生活 而且呢 他还表现出一副这个姐姐的样子 对他很好 百般呵护 百般呵护 就是在私底下呢 就用了很多的计谋 一直到了这个第一几场是大闹宁国府 第五场啊 第五场就是最重点的就是 他到了这个贾珍 就他的哥哥嫂嫂那地方 就大闹了一场 大闹一场 甚至于把这个老祖宗也给惊动来了 那么就大家到最后都说 哎呀 王熙凤真是一个贤良的女子啊 对 还要照顾这个妹妹 对 这不像以前是个醋坛子 对 没错 还把她接近家里来 是的 就到最后呢 他还是把幽儿姐给害死了 而且是借别人之手 所以王熙凤在这个戏里面 等于说他从头到尾就是一副这个 这个心机很深啊 但是呢 样貌是多变的 跟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面貌 所以呢 说王熙凤是个百变女王啊 真是也不为过的 对 这么一个奇女子 老师您怎么去诠释她呢 因为您刚刚说 其实过去也许就是 我们是每一派的演法 然后我是传人 但是到了国光 到了王安琪老师的手上 我们要开始展现这个人的特质 人性这件事情 应该如何在舞台上演 这么一个又好可恶 又好厉害的女人 这个你要问小萍了 因为小萍呢 封我一个叫恶女达人 就说我从第一出戏 被改编的这个当年的当代 欲望成果 是欲望成果 演马克白夫人 然后又到了楼兰女 就是密迪亚 然后又到了王熙凤 到了曹七巧 到谁谁谁 反正他就封我一个恶女达人 老师您问问他看 他都让您演坏女 没有 如果始作俑者 还是我们艺术总监 王安琪老师 这个部分要谢责 所以您如何让老师 在舞台上演一个这么多变 这么戏剧化的女性 您现在是用眼下我们的职份 来衡量 我怎么能让他演 你要退回十年前 我讲 我从心里面承认的 那时候的我是仰望 海敏老师的 是 他的整个艺术造业 在我们的眼前 早就已经是成熟 添炼到一种精致的程度 而我自己从前场 转到幕后 其实大家都讲说 魏杰有个性 对我们而言 我给自己的挑战 如果今天我被他问倒了 就是我没有为他准备好 所以自己后面 去准备工作做好了 获得了海敏老师的信任 而其实这个戏其实是 就是魏杰自己的 自我诠释能量很高很高的 我反而会在这个过程里面 每一天我们两个在斗志 在玩什么呢 今天我在这个地方 做了一点小处理 你看出来了吗 结果后来我们排完 你考他吗 他 他考我 他其实是他也没有续意考我 他自己一直在做 排练当中的累积 去做角色 更细部的一种感受 我称魏杰的最优质的部分 叫第一人称创意思考 他深进入王熙凤里面 一边排 一边就在延伸 你想这样的戏 因为我们在出牌的时候 第一度刚好碰上一个 社会的病情 SARS世界后来停滞 在那次的晚稿 其实已经就要上线演出了 被那个病情 可是在那个时候 魏杰可能还很尊敬 推崇童子林老师的 圆排的风貌 英雄的程度很高 后来那个病情稳定 我们重新在排的时候 妙就妙在 印象这件事情 造就了他新的空间 他的本我更多了 他进入那个角色的 更有自己的演述力 是 所以你就会看到 哇 你可能原来的牙尖嘴利的 那种锋利感 是为了咄咄逼人 现在不 你终究是红楼大家宅里的 大管家 他的梅派本质的底蕴 在后面放着 他是富贵家宅人的 气势兄弟 那个部分含蓄的 恰当 原来他的咄咄逼人 更多的那一份威逼 我原先是太外露的 是 但是收回来 是 但是我是用更高的层次 在 没错 你对他那种 不寒而栗的那种发毛 已经不再是原来 十枚树木的 没有 他眼睛一瞄 那个人就退避三射 是的 他已经到形成这样 我说魏姐你变了 他怎么呢 我就把我刚刚的 跟他解释 我倒还没觉得 这样吗 后来会 有几回 我为你今天学修 不是这么走 你就反走 所以角度更叼过来 再回头的眼神 好恐怖 我看出来了 就好像你经过考试 就变成是 你每天很享受 在排练场里面 魏姐对待自己角色的 新态度 新尝试 很享受 我必须讲 但我觉得 这就是人性 就是当你这个人 是在那样子 一个地位的时候 你是否也会像他 那样 还是你会比较照顾到别人 但是我们现在 为各位介绍到的 是王熙凤这种方式 你也不能说他不好 他也是为他自己的利益 来着想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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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